可以套用這個方法的一個例子 他是三變數函數 那你去看各項的跡跡跡2的2的2 全部都是2表示 你符合第一項 分母的某一項跡跡大於等於分子的某項跡 sea 所以他應該是不存在 所以就朝不存在的方向去想 怎麼講 不存在你就用兩個逼近的方法它們指不一樣就可以了 那可以怎麼逼近 這邊列 你很多逼近方法啦 我這邊是列出兩個 你可以沿著X走 沿著X走表示你的Y跟Z都是0 所以它區境是0 因為分指定是0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要去找某個方向它區境不會是0 所以你可以去找 說 X等於0 這個平面跟 Y等於Z這個平面的 交線 它會通過圓點 所以這沒問題 它會是一個 通過圓點的一個曲線 沿著這個 曲線來逼近 000 所以X等於0它是0 Y等於Z所以Fx YZ 它會屈近於 Fx 13Y平方 還有 4Y平方 所以 所以等於 13分之4 所以兩個不一樣 所以它不存在 分解是Y平方啦 13分之1 是 Fx Fx